17號國會改革法案表決 朝野立委爆發嚴重衝突 大批民眾聚集場外 立法院長韓國瑜 一直到晚間12點 總算宣布散會 院長我們看 今天很多立委都掛采了 不出一場外 韓國瑜一臉疲態 場外聚集的群眾罵聲連連 抗議聲浪越來越激烈 院長等一下 會去探視受傷的委員們嗎 面對立法院外的謾罵 韓國瑜當沒聽見 但北市警察局就怕上演 太陽花2.0 引發抗議群眾暴動 出動大批特勤隊在現場戒備 民進黨立委吳思瑤爆料 警察就是國民黨團總召 傅崑奇抠來的 為什麼我聽到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聽到傅總召打了一個電話 居然跟電話裡的 我不知道是誰 居然說給我調多一點警察來 我不曉得我有沒有聽錯 蘇璇有聽到嗎 有 部署這麼多的警力 每一個佩戴密錄器這件事情 真的不是讓人感受很好 我也認為這有點過當的部署 本夕剛剛打電話 是請他們去通知警察 院長被禁錮了 在國會裡面被禁錮 可以這樣子嗎 大批特勤援警 全副武裝 有人在立法院場外巡邏 有人則是坐在花圃邊待命 復婚期還一直不斷要求警察 去蒸排警力 甚至戴了棍棒 戴了盾牌 這你知道他們怕 你知道他們非常怕 猶如太陽花學運既是感 青年不滿改革法案 未經主條審查強度關山 另一頭藍營黨團 還加碼號召警力支援 讓台灣民主大開倒車 三新聞李維廷公文宣泰報道